好 但也看到立法院的現場的最新狀況 就在剛剛民進黨的立委邱毅寅 以及國民黨立委羅志強爆發了口角的衝突 可以看到邱毅寅是直接拿著扇子上前去 羅志強的面前說 嗆說是沒有被打過嗎 馬上就把他手中的扇子 K向羅志強的正在直播中的手機 而第一視角羅志強的畫面也隨即曝光了 可以看到這個畫面的話是直接K上去 那隨後的話其實國民黨立委徐曉星 以及國民黨的立委陳鈺貞 也都趕快上前去拉扯邱毅寅 那可以看到邱毅寅的袖子 馬上是破了一個大洞 他在後面受訪的時候有提到說 再生醫療法原本就是應該要排在第一案的 結果沒想到是被國民黨立委 洪孟凱雷被擋下 本來在五月十七號就可以通過 而他也是忍不住 所以才會上前來爆發這一次的肉搏戰 而他也強調說 徐曉星跟陳鈺貞過來也把他的衣服扯破 他覺得是說是非常的不忍 那以上就是目前的立法院現場最新狀況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我們下載TV 我們下載TV